今天这个古文经济学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 新加坡的经济究竟在汉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古文经济学 我是Krista 我是张凯 今天要聊的是新加坡汉什么 没错 你近很久没唱歌 所以今天开头来唱一首跟新加坡相关的歌曲 给大家听听看哦 准备了哦 新加坡啦 哦新加坡啦 sunny island set in the sea 新加坡啦 哦新加坡啦 pretty flowers room for you and me 好哇 可以吗 那边连天空都在帮你一起唱歌 好因为打脸是吧 好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哦 因为这首歌是在这个新加坡当地很有名的一首歌 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的出现 我待会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哦 好 那今天为什么会一直聊到这个新加坡的经济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因缘机会的关系 我在新加坡曾经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那个地方的外资投资机构 那那个时候我是在台湾 之前我是在台湾投信工作 然后突然这个接到烈人头的电话说 在新加坡那边有一个工作机会 问我有没有意愿过去做尝试这样子 那经过一连串的这个面试跟手续之后 我就开始了这一段在新加坡工作的旅程哦 那在这之前去新加坡都是去旅游 去玩的 旅游其实是走马看花 那透过这次真的在那边工作 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哦 感受更加的强烈 所以今天这个古文经济学的主题 来跟大家分享 新加坡的经济究竟在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这个重要的基本资料 新加坡它的这个人口数 是五百六十万人 然后是东南亚六国当中人数最少的一个国家 所以相对于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其实它算不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人口五百六十万人里面 又有三成的人口是外籍人士的组成 所以它的国际化程度很高 你去想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真的 这个外籍人口有到一成吗 或许都还没有 一成很多一成是两百三十万人 所以新加坡的这个外籍人数 其实它的比重是很高 那如果是以这个国家经济规模 GDP来看的话 新加坡它排名是全球第三十八年 那台湾的话排名是第二十二年 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排名比较前面对不对 对 但实际上那是因为台湾这个人口 比较多的关系 如果去看人均GDP的话 新加坡的人均GDP是这个六万块美金 他是亚洲第一高的 那台湾只有三万六千美金 大概是新加坡的一半左右 对 然后新加坡的它的经济GDP 主要都是在这个服务业的产值 占了GDP的七成左右 比较大的项目是零售销售商业服务 跟金融保险 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个比较先进的服务 跟商业的部分 那另外三成的话大概都是这个制造业 但是它的第一级产业这个农 农理余母的部分就其实很少 因为它就是一个榜 那大学生的起薪 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因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 镜头前面观众这个会关心人 他们大学毕业生一般给的起薪 是在3000到4000新币左右 就是换算台币大概是6到8万元 差很多欸 那台湾的话我目前听说是3万左右 因为我离大学毕业蛮远 但是我 我听到大约是在这个数字左右 然后新加坡它境内最低薪的工作 跟相对高薪的工作 都是给外国人来担任的 对低薪的工作就像是说 比如说每个月月薪 500到1000新币的各种不同的工人 然后可能建筑啦 运输啦 挖水泥的 然后挖水工人 各种这个工人 他们是给外籍老公担任的 然后这个相对高薪的部分 比如说每个月这个1万新币到5万 甚至10万新币这样子的工作 都是给外国人来担任 那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把这么多 高薪的工作开放给外国人 其实跟他们国家 竞争力的策略会有关系 这个在后面 也会跟大家自己做深入的谱析 所以我们去看新加坡 它经济会这么发达的原因 它近代的历史要从1965年开始讲起 对 那为什么是从1965年开始讲起 因为其实从这个二战之后 二战结束之后 民族自决 很多这个国家各自形成民族国家 独立起来了 那那个时候的新加坡 它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 但是在1965年 那个时候国会全票通过 说这个新加坡以后 你跟马来西亚 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了 所以他被逼 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李光耀先生 他就从一州的州长 突然就变成一国的总理 变成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理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新加坡政府 他们很知道 就是他们自己这个最大 而且唯一的优势 就是他们位在一个全球航运 这个海上贸易路线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他的地理位置 对就是马六甲海峡的入口 OK 往东是南海 然后就接到这个太平洋 往西接印度洋 一路接到欧洲那边过去 就是国际航运的枢纽 对 国际航运必经的一个枢纽 所以他知道他们失去了 这个马来西亚的市场之后呢 唯一要拼的就是要开拓全球的市场 然后通过他们这个地理优势很大力的 发展转口贸易 去把这些欧洲、美国、日本 这些比较大又发达的经济体 变成他们自己的腹地 就可以赚到很丰厚的这个经济利益 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 他们做了几件重要的这个政策 包括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官方教育的语言 变成全英文教育 对 那全英文教育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可以发展 变成国民港口的需要 所以去培养全国国民的英语能力 所以新加坡他们目标是让他 男女老幼不管是什么种族的国民 通通可以讲的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 所以就方便 不管是他们为外国企业工作 或者是他们跟外国人合作 都这个语言的隔阂就被消灭掉了 那另外一个是 因为他们本身这个人口就已经没有很多 他们更需要团结 所以新加坡他主要是华人大概七成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印度人 然后还有其他东南亚地区的人 那他们知道他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必须要不分种族 团结一致才有活路 对 所以他们就有一系列这个鼓励大家种族融合的政策 比如说我们刚才是有讲到这个 政府的国宅 他们其实在抽这个国宅的名语的时候 是有按照种族比例下去排列的 他们比较不希望 让这个比如说这个华人自己占一区 然后印度人占一区 然后越南人一区 然后柬埔寨人一区 然后泰国人一区 这样子他们的这个分别就越来越运动 他们反而是希望不同的人可以融合在同一个社区里面 然后也会推行很多这个 国家认同的这个教育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唱那个新加坡那首歌 所以你去问新加坡人 即使是我们这有华人年同的 问他你是什么人 他都会说我是新加坡人 对 所以这个国家认同对人来讲非常的重要 然后在语言跟种族之外呢 最重要的让新加坡可以融入国际的商业社会 是他们这个法制跟契约的精神 加上积极吸引外来的人才 那这个法制跟契约的精神 已经变成是文化城市的问题了 要真的要讲起来 就要讲到这个 英国殖民140多年的这个管理跟培育 然后让新加坡这个地方 已经习惯了西方国家的商业文明 跟契约法制的精神 所以虽然说新加坡的华人 他比重超过七成 但是他们反而更习惯 这个契约文化跟法制文化 就是比较洋派的做 对对对对 相较于我们去讲一般华人社会 大家会想象的是 会很讲关系 很讲人情 很讲面子 对对对对 但是新加坡人他们就是走这个西方文化的制度 那让大家可以照着规则做事情 所以很多东西他们的沟通成本就很低 我不需要去猜说你在想什么 或者我需要做什么 这个台面上没有讲的事情 才可以去达到我想要达成的目标 就是比较像公司分明 对对对 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这个大小工业区38个 来自欧美日这些7000多家跨国企业跟科技伙伴 他们在新加坡有4000家的区域总部 对那造成了这个最终的结果 新加坡的GDP当中有42% 都是这些跨国公司创造的 所以你看的确很有效的吸引跨国公司来到这边 那他们也知道你要当成区域总部 然后让跨国公司愿意来 你一定要有国际等级的人才 对 为这些企业去工作 不然的话这些企业根本设不起来 所以他们也把这个吸引外来人才当成基本的国策 不会说有一些国家会比较保护主义 我们不希望那些优秀的外来人才来抢你的工作 但在新加坡他们眼中来看这些外来人才 反而是帮助他们带进来更多这个外来投资 外来企业的一些关键 对对 好那在法治跟人才之外 他们对国内一般民众也很照顾 那这一点我就 体会很深也看得很深 因为我在新加坡那几年很认真的看了他们这些东西 那比如说住的部分 嗯 这是跟大家生活最息息相关的 没错 对那我们常常听到国宅 但是在新加坡这个国宅的制度真的落实得非常测 比如说他们的国宅叫做政府主屋 哦政府主屋 他们叫主屋 哦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缴这个老保 我们在缴老保新加坡有类似的东西 那他们缴这个老保里面有一个叫公积金的部分 哦 就类似我们缴老保会有属于我们的这个价值 他们的公积金 好 现在这个政府主屋跟公积金 他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用的 哦 比如说你在新加坡缴老保 没有属于你的公积金 你这个公积金可以拿去当成跟政府买国宅时候 你的投期款的支付 哦 这样就不用他自己先出钱对不对 就等于你只要有工作的话 政府就在帮你存买房的投期款 你自己再存另外的部分 你买房的这个门槛就已经降的很低了 没错没错 另外这个国宅的价格只有市面上私人住宅的一半 差很多耶 所以你价格先一半 然后政府再帮你存一半 你的投期款的负担 就只有其他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 哦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讲 只要愿意工作买房 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对 那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这个我相信已经很普遍了 一样都是有这个捷运跟公车 但我看到一个 我认为最不同的是 新加坡他连吃的东西都很照顾一般的民众 哦 那所谓吃的东西他们就有设立很多这个熟食中心 叫Holt Center 是各区域都有自己一个熟食中心 哦就是很像那种百货公司的美食街 美食街 但他是这个美食街的这个平价版本 哦 他是没有冷气的 一般都是没有冷气的 嗯 对 那所以比如说他会有这个中山区熟食中心 大安区熟食中心 然后中山区熟食中心 如果你在新加坡吃饭啊 外面的餐厅 一餐的价格大概是15块到50块新币 嗯 花你台币大概是300到1000块 哦 可是如果你去熟食中心的话 一餐只要花你5到10块新币 嗯 嗯 所以大概是花外面的3分之1到10分之1的价格 你就可以跑餐 嗯 所以代表他们真的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 再帮一般民众 省钱 那他们只要愿意工作都可以这个生存下去 还可以存到钱 那当然这个相同的教育在相同的政策在医疗跟教育方面也都有 哦 哦 所以如果我要来总结 他们这数十年来经济发展这么快 最大的原因我相信其实就 就是8个字 叫做 实事求是 勿实执行 那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叫做他们可以法治公平 嗯 所以他们认清了自己国家的现状 然后找到了这个自胜的策略之后积极的执行 然后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是法治而且公平的 所以就导致了 目前他们经济可以如此发达的这个主因 好 接下来聊一下这个民生观光的问题 去新加坡的地方 必吃的地方有哪些 嗯 好 第一个最推荐大家去 一定要看 我相信这个地方 非常的美 非常值得大家一访去看一看走一走 一个叫 滨海湾金融中心的地方叫MBFC 很多大楼树立的那些 对对对一整区 你看到新加坡常常看到 新加坡的夜景都在拍这个地方 就Marina Bay 他们叫滨海湾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er 这个地方风景很优美而且绕着它 这个很大的海湾 适合你去散步一圈 会有很多漂亮的地标就在附近 哦 包括最著名的金沙酒店 哦 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Marina Bay Sands 这个地方好住 好买而且好玩 因为它除了金沙酒店之外 还有这个金沙购物中心 哦 几乎所有你想像的到的国际品牌 那边通通都有设柜 还有一个叫好玩的地方 就是这个金沙赌场 金沙酒店里面有一个金沙赌场 外国人的话就是去 就可以这个进去里面赌打 试试自己的手气 那另外走一圈 慢慢的绕到对面 你就会看到一个叫鱼尾獅公园的地方 哦这个很有名 就你会看到鱼尾獅一直在喷水 大家去新加坡很喜欢跟那个鱼尾獅一起拍照 就鱼尾獅喷水 然后大家接水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 好那这个之外呢 再往西边走过去 你就会来到一个叫新达城的地方 新达城稍微一点点距离 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区域附近 新达城是一个他们非常大的一个购物中心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喷水圆环 也是一个很值得看的景点 再往里面走可以到柯拉马桶 它就是一个这个夜店区喝酒的地方 马桶 对它虽然叫做柯拉马桶 但是它是一个夜店区有很多餐厅 有很多酒吧 适合那边去热闹认识人的地方 然后去那边会有很多好吃的 比如说像这个常听到辣椒螃蟹 胡椒螃蟹 去这个地方就一定都吃得到 那另外他们高级的购物中心像乌杰路 乌杰路也很多这个高级的百货公司 那另外有一个地方 这个小印度区 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小印度区 因为一般我们这个要去到印度的机会 可能相对少 大家可能对印度可能还感觉有点陌生 可是今天如果去新加坡 你就可以用很安全的距离去体验印度的文化跟风情 很酷耶 对进去你还没有走到区域里面 就可以闻到浓浓的这个印度专属 他们喜欢用的这个香料的味道 新香料那种 香料的味道还有印度人喜欢的香水的味道 然后里面满满的是印度人喜欢的金氏店 印度人非常喜欢黄金 对然后假日的话会看到很多印度籍的劳工聚集在小印度区周围 所以这个小印度区是一个体验印度风情非常好的地方 另外一个叫新加坡公里日间跟月间 最后我最推荐的是一定要去这个Sentosa 圣桃沙岛上面一个叫SEA水族馆 它里面有很大的这个水母 对养殖缸 那真的超舒压 我大概每个月至少会去看一次到两次 就什么事都不做 在水族馆里面看水母 好这个是舒压的部分 那另外一定要去吃的东西 包括有肉骨茶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懂 肉骨茶就可能去吃这个松发肉骨茶 还有很多其他家肉骨茶 新加坡他们肉骨茶是这个潮州白汤的 它跟马来西亚肉骨茶是这个黑汤的 是不一样的肉骨茶值得去吃 另外还有海南鸡饭 这一定要吃 另外辣椒螃蟹 有一间叫珍宝的 还有一间叫这个无招牌 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叫做小红楼的海鲜餐厅 它的辣椒螃蟹跟胡椒螃蟹 非常值得大家一吃 比如说那时候陈伯老师 他们去新加坡找我 他们去吃小红楼 对 还有一个民间料理叫做鱼丸面 这个是这个福建风味的东西 可以吃吃看 另外印度风味的东西 我会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这个 印度煎饼跟拉茶 印度煎饼他们当地话叫什么 Roti Prata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非常的有风味 另外我要讲一下 是我在新加坡饮食的旧行 叫做韩式烧肉 去新加坡吃韩式 对 连我韩国同事都说 新加坡的韩式料理 比韩国的还更好吃 对 所以大家有机会去新加坡真的 这个韩式烧肉 一定要去吃吃看 去体验一下这个 新加坡口味的韩式烧肉 真的很棒 我个人非常的推荐 好今天就帮各位介绍 新加坡经济发达的原因 然后跟去新加坡好吃 好玩的在什么地方 跟大家就分享到这边 OK 没错 那今天古文经济学 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老师 刚刚的影片真的太精彩了 可是还想学更多该怎么办 OK 如果还想学习更多的话 我们在礼拜三跟礼拜天的晚上 我们都会举办 免费的清学堂 那这个清学堂 我会跟你们聊什么东西 我会跟你们聊 第一个 怎么去找出一些短线的极度的标股 怎么去做多它 还有一些极弱的弱势股 我们称之为NOW股的 我们都去做空去避险它 那除了这个股票的短线之外 还有期货的短线招式 也会教你们一招 上班族都可以使用 不用看牌也可以赚钱的东西 而且最后面 我还在附送一个东西 除了短线之外 还在附送一个长期投资 你到底要怎么整顾 才不会苦苦苦 这些内容 通通都会在礼拜三 或者是礼拜天 晚上的这个清学堂 跟你们做分享 天哪 太棒了 那报名方式 只要加入我们 符文官子官方LINE AD 然后点击清学堂 借我们这边小编 帮大家卡位报名咯 没错 那我们清学堂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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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